19大前 孟建柱贪腐消息满天飞 离中共19大近三周 决定19大人士的其中全会仅十多天 中共政坛风云诡异 网上盛传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各种丑闻 大陆神秘富商郭文贵9月24日 在披露了孟建柱等人及家属的贪腐材料 给百姓增添了许多茶余饭后开涮中共官员的盘资 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大力在党内和军中进行反腐 打破了行不上大夫的中共潜规则 抓了一批大老虎 包括前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等 而周永康的继任者孟建柱也被报涉嫌腐败 受江派提拨发迹上海 败走江西 1989年民运南京学生领袖吴建民 近日也在网上曝光了孟建柱的发迹与江泽民 周永康有关 孟建柱出身草根 文革时期他仅仅只是农民 后来获得上工农兵学院的机会 毕业后才开始转机 在上海郊县担任县委书记 被江泽民这派看重得到栽培 于1991年进入上海市委任副秘书长 从此开始试图一步步青云直上 吴建民还披露 孟建柱任副市长过程中结识一个 他以后在政坛上多年合作的搭档 吴欣雄 当时的江因市委书记 孟建柱将上海很多合作项目放到江因进行合作 孟建柱从92年接任市委副秘书长不到一年升为副市长 此后还兼任景改委主任 市委专职副书记 及市委常委 当时他跟陈良宇竞争上海市长失败 江泽民更看重陈良宇 2001年就把孟建柱派往江西任省委书记 由于当时已经是吴熙市长的吴欣雄 吴元然指吴熙市委书记 孟建柱为照顾这位多年政治上的盟友 将吴欣雄带到江西任南昌市委书记 随后再兼任江西省委常委 并随孟建柱水长传高 吴欣雄当上了江西省省长 省委副书记 2011年6月吴欣雄调任北京的国家电监会当主席 2013年5月任发改委副主任 并接替落马的刘铁南间国家能源局局长 2015年1月9日 吴欣雄从履职到卸任仅22个月 是发改委成立以来任职时间最短的 北京报报导时 暗示或与腐败有关 他爆料中还说孟建柱2007年从江西调任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 有周永康支持的因素 周永康跟孟建柱关系不错 一直拉着孟建柱 他举例 当年江泽民对孟建柱有不满 认为他投靠胡锦涛 被信弃义 周永康还帮他说好话 跟江泽民解释 但孟建柱跟周永康之间也有矛盾 吴建民说 周永康是被江泽民直接从四川省委书记调到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 然后再任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公安的经历 孟建柱同样如此 他从江西省委书记调任公安部当部长 接任国务委员 政治局委员 最后政法委书记 他接任周永康政法委书记时 政法委已经降格 不再是政治局常委 拥有海外大量信托资金和房产 9月24日 郭文贵在最新的爆料中 指孟建柱和情人 女儿 私生子在澳洲和美国拥有大量的财产和海外信托 其中孟建柱的情人王姓女士与私生子在澳洲拥有信托 银行账号等 总资产大约6至7亿美元 他公布了王女士在澳洲的15处房地产信息 并称这只是他拥有的其中的一部分 他特别说明这15套房产都是以信托方式所持有 对资产的一种经济规划 房产是在当地你成立信托来骗取政府 我是给将来孩子 家人购买的信托 背后持有巨额资金的这些股权最终的受益人有权利兑现信托 同时被曝光的还有孟建柱的女儿 郭称其拥有美国绿卡 现居住美国旧金山 她曾是江西同业股份和江西西有金属物业控股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名下持有多个信托 账号现金约100多亿美元 而江西西有金属物业控股集团在2008年9月25日进行了改制 孟建柱家族当时法能拿的利益基本都拿走了 孟建柱的情人王女士在2009年开始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郭文贵指其在澳洲利用信托全面开始了洗钱 收钱的过程 郭文贵还指孟建柱家族在美国的其中一个信托 Quan Family Trust成立时间是2015年4月9日 郭文贵指控孟建柱当时处理几个大案收缴的财产都转移到了美国这个信托名下 这个机构给美国的沉默力量输送所谓的国家情报 实际上是他 孟建柱 本人控制的 为了控制美国财富的计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过郭文贵这些爆料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根据孟建柱的公开简历 1947年出生于江苏武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法委书记 曾经担任上海市川沙县委书记 上海市嘉定县委书记 担任在上海嘉定当农村书记 后任上海市农村工作党委书记 之后再升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孟建柱从副秘书长到副市长 是受到江泽民这一派的栽培 此后一路晋升 任江西省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年担任公安部部长 2012年12月任中央政法委书记